明年元旦三天廉假 台东县因为有元旦迎曙光的活动 饭店和民宿订房几乎都已经客满了 想到东部旅游的民众 可能得要改用露营的方式 东县铁路电气化之后 到东部旅游大幅缩短旅游行程 每到连续假期 台东县保守估计 一天将涌入一到两万人次游客 虽然旅馆和民宿的加速 都跟着在增加当中 但明年元旦三天连续假期 现在传出饭店旅馆和民宿 已经订房超过九成以上 一房难求 那也会问我们说 如果有人退房的话 赶快联络他们 对 但是这个都好早以前就订完了 还蛮多民众打电话进来后补 但是其实客人都已经都付完定金了 由于台中县在元旦 特别推出银树光的活动 业者认为这可能是订房大爆满的原因之一 因为这次的廉价很长 那我们很多客人都是特地来看曙光的 不过台东县还有部分的露营区 可以提供露营 但预估可能也快要额满 想要到台东迎接曙光 又订不到房间的民众可以试试看订露营区 记者张明哲台东报导